请市长 大勋谢谢 市长好 我想先了解一下 就是说这个 仁仪之旅 当然外界的报导 因为一些疏失 现在没有办法 马总统去 拜访这个 圣多梅普林西比 这个国家 那有什么补救的措施 你们也提到 要尽快的安排 他们的会晤 或者是 另外的一个访问 那目前的规划是什么 我想我们大家都要 相互 就是我们跟普林西比的 这个元首这边 都要相互要 找出一个 大家都合适的时间 然后来注意 目标的时间在什么时候 我们当然希望 希望这个 总统就职他能够来 但是 不知道他那个时间 有没有这个 现在已经是三月底了 就职是520 有发出邀请函吗 我们对于所有邦交国 我们都会做一个邀请 但是每个国家 他都有他的一些考虑 正如同 我们的友邦 要有新的元首就职的时候 我们也不可能 每次都派总统 或者是出去 也就是我们有邀请 这个他们的这个总统 是的 但是呢 就是宾多他本身 还没有决定 还是他们外交部门 还没有回答 目前还没有决定 目前还没有决定 有这个 因为外界有很多的猜测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 如果要他来访 那外界自然就不会有这些猜测 是不是 我们来全力以赴 好 那如果他不能到 有够层级的政府官员 可以代表他特使到吗 我相信可以 可以啦 这个比较没有问题啦 至少啦 我相信可以 因为每个国家的元首 有时候他真的有他的困难 正如同 我们的总统有时候 也不能够去参加别的国家 总统的这个 就职联系 你有安排他先跟我们的马总统通电话吗 就我所知目前没有 是不是应该来安排让他们两个电话 因为既然这个过程有一些曲折 总统府就有一个机密电话可以用吗 我想我们在住圣多美普林西比特大使馆 就可以跟他们一直都在做密切 就是说总统跟总统直接用电话 互表啊 这个不管是这个 恭喜也好啦 钦佩也好啦 续续这个就意也好 这个有没有困难 我们来考虑一下 因为我为什么给你们这个建议 而且很具体啊 其实我们外交部门也很辛苦 我也了解 我之前带 国安单位也带过 就是说社会有这些猜测 包括因为宾多他过去的背景 当然现在有时候 我们的外交关系也取决于 就是对岸 这个北京方面 他们的拿捏 所以确实 也有相当多的讨论涉及到 这个是不是有一些要求啊 我们还没办法答应他等等 其实有一些事情啊 让当事人在电话中啊 能够互序 这个互表善意啊 也可以让马英九总统 比较不要那么生气嘛 听说其实这个事情啊 作为总统是应该有一些生气嘛 是不是 我想总统对这事情有点遗憾 就是说这个没有办法到 对对方宾多总统是遗憾 但对我们的外交部门啊 其实是有一些不满 就是说这个事情啊 就敲锣打鼓 全世界人都知道 还拿HTC 要测试啊 这个真的是 纯粹从外交上来讲 其实是有一些疏失啦 那一方面哈 我也请外交部其实也是要 就这个整个过程的来龙 取脉做个了解之后啊 其实就说 如果能够 就是让马英九总统 比较没有那么生气 如果能够尽快安排 这个电话的 专线 是不是可以来做这种努力 而且尽快 就在近期内 不要等到总统出访 之后回来又已经四月中以后了 我们回去 您这个建议非常好 我们回去做一个评估来 不是评估啦 就是 这就是你们去努力 成不成啊 是因为是 没有努力 努力会遇到困难或什么 我们就知道说 对方到底什么意思 因为说实在 他跟你讲啊 本来可以 后来不可以啊 然后 讲说我们要去访问 他也要出访 这个不太合情理啦 但是我们也 也理解 我们也能够尊重 在这个倾向 如果连电话 我想马总统时间 一定很够嘛 因为外交很困难嘛 如果对方都有保留 这就是个警讯嘛 好我们来 我们来我们来 我们来这个 在总统出访前 来促成 双边元首的一个 电话上面能够 直接来 这个 沟通 我们往这个方向来努力 好 我还会 未来还会再质询 这个努力要有成果 不能这样 努力完之后没有结果 是的 这个给你们很具体的建议啦 我认为这个是可行的 因为这也是 检验双方面的诚意 有时候外交就是这样子啦 真真假假 我们也无法判断 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嘛 才能够挽救啊 不要等到哪一天 对不对 那机场要盖起来了 现在 北京如果 对不对 哪里也在他嘛 因为有时候 一些邦交国也是会 拿对方来要挟我们啦 这个都是在外交谈判 常遇到的 所以 这个部分我希望能够 尽快 来促成 你也承诺 要去努力 我希望的目标定在是 总统出访前 好 再来就是说 那个我想请问次长 你有看过 危机解密吗 我没有全部看 我知道这本书 那就 这个 这个 一定要全部看啦 好了 而且最好看英文的啦 好 这个只是节入本 我们都在政府单位工作过 你没有看过 你认为他的这个真实度多高 我没有看 全部 我不敢讲 说他的真实度有高 但是 这个 我想有相当程度是 这个 不是完全真实的 真实度有没有超过八成 我是说 这个是造假的吗 我没有办法来 来告诉您 是不是 因为我没有全部看 我真的我也不知道 这里面有列到我的名字啊 我的部分啊 都是 很真实啊 所以我 我想 部长也在这 这都看过 我的意思说 我们今天在这里 讲的很多话 尤其涉及到台美的外交 以后 都可能变成 危机解密的下一板 所以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 因为我认为这个真实度很高 那你也许基于外交官 你不好意思说 但是你不要讲说 这个 这个里面 因为哪一个有问题 其实这个真的是 真的是 叫危机解密 解密掉啊 这个全世界 没有哪一个台面上的政治人物 敢说 否认他的 你是算比较勇敢的 大部分人都不敢否认他 我们 这个 陈委员 这里面有你的名字 你还要看一看 你当外婆 你有想到这么多 大家都看一看 我问这个问题 我就要问你说 台美外交到底好坏 虽然 就是说 报宅 当然政府当局 也有一些回应 我们的驻美代表的人选 到底 有没有跟美国 就是说 有提过或沟通过人选 完全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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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没有提过 包括 这个 胡威征 苏起跟 刘志工这三个 完全没有 外交官员 完全没有 我们完全没有提 完全没有提过 好 我可以拍胸脯跟你讲 那 那有没有准备 对媒体的白纸黑字的报导 除了在这里讲之外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捏造的嘛 媒体捏造的嘛 是不是能够 采取法律行动 不然 全世界人都知道 哪些人想去当驻美代表 但是事实上美国认为不已啊 我认为这个过程早就在进行了 也许你的城市还不够高 这个可以体谅 但是这个驻美代表这件事情 绝对在高层已经沟通过一阵子嘛 我说 危机解密以后也会记录啊 所以我们现在做外交的都不能什么说不行 因为一不小心就被解密了 那么 因为这个也不是第一个例子啦 我是说台美外交非常的重要 那么媒体多次的报导 那我觉得说 这个我们当然希望说 能够够分量能够代表台湾 因为确实在最近的一些事情上 不然卡在美流的问题上 相关的问题 那所以我希望说 这个不只是 就是说 由一个发言人的层次来回应 我时间过得快 那么最后啦 其他问题我就不要多讲 因为包括阿弥陀佛他都讲 这个其实 Tifa 跟美牛啊 这问题最好是分开啦 其实这里面以前 美国的官员持这种看法也有 外交部 一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回应 只是后来因为政府的立场是要把它连结 所以我们外交部就开始 把这个连结 我是希望秉持外交官的专业 其实双方面都有相当多的人士是认为啊 这个贸易归贸易啦 这个Tifa也不一定签了才能够解决其他的问题 包括美签 甚至美牛都应该适度的分离 所以我这一点 那我要最后一点还有一点时间就是说 因为外交部在政府组织改造之后 也会这个纳入新闻局 那我在新闻局担任过 一方面啦 我是觉得新闻局有他的一些专业 在国际宣传 尤其是在文化 在各种的社会 还有这个经贸 方面啦 这个对我们国家形象的这个传播 或者是外交关系的加强都非常重要 那外交部过去是比较这一块 是比较是属于啊 跟比较政府方面啦 或比较政治性会强一点 所以我是提到就是说 这个部分应该来加强对新闻局 让这些同事在并入教育外交部之后啊 能够有所表现 最好是啊 多派几个大使 是新闻局背景的 是不是来展现外交部啊 这种一视同仁 而且重用啊 这个国际宣传的人才跟新闻人才 外交部一向都非常重视新闻局的同仁 而且我过去在外面这个服务的时间呢 跟新闻局的同仁也都也都认识很多 都很优秀 非常优秀 非常包括了我们现在在这个斯洛伐克的李南洋 李代表 包括了我们住这个瓜里马拉的这个孙大臣 孙大使啊 都是新闻局非常优秀的同仁 那么 还有一位义隆忠 还有一位义隆忠 在意大利现在退休了 他现在离开了 他这个退休了 所以我外交部对于新闻局的同仁 我们是展开双臂来欢迎的 而且我们也相信外交跟新闻能够相辅相成 这个如这个英之两次啊 一起为中华民国的外交来奋斗 那我期待在520之后啊 新闻局的人在外交部的领导之下 可以有更多的人啊 来担任大使级的任务 我们相信新闻局优秀的人一定会出头的 好就是比例跟数量要再增加一些 一起来努力 谢谢